成名座是哪一歌 成名座吗 我刚刚我有唱过吗 成名座是哪一歌 反光色回忆吗 没唱姐姐 姐姐你真没唱 真没唱 哦 我唱了 你只要当我漂亮 夏天 夏天 悄悄过去留下小蜜蜜 前面说我就觉得自己好像很地语 我觉得田哥不是我 是那城城的山串 山串 你愿意再 我不敢唱 疯狂地爱一次吗 爱谁 疯狂地白云 像你的眼 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 在提前那里 钢琴的基本功非常好 在现场我看到什么 就可以通过一个音乐 给大家表达出来 今天晚上真的好难得 看到初心季节 在下面做你 我一个月才三十几块工资 你的弟弟 你的妹妹在明白 我想定下来 两个人相哭一来 有请发布嘉宾 李灵徒 李灵徒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这个是非常六加一的特别节目 非常新发布 我是李玲玉 感谢大家 今天我想带领大家和我一起来分享我的老哥 然后我想说的是 每个女人可能都希望把自己最美的地方献给大家 所以今天我也会这样做 首先我想问问在座的朋友 大家对李玲玉最深刻的是哪一个节目 西游记啊 我也感谢这个很多观众朋友给予我这么多年的支持 他们给予我的很多尊称是玉途金 然后呢 天竺少女 然后反正每一次我出现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喜欢听我的玉途金 那么接下来我想让大家来分享一下 以前的这个VCR的形象好不好 姐 射中了谁 谁就是驸马 驸王 我像这里面没有我唱的歌只是一个伴奏而已 大家想不想听我唱几句 那我就唱个一段吧 好吧 是谁 谁送你来到我身边 是那渊安的明月 明月 是那层层的山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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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串 我像那带着露珠的花瓣 花瓣 甜甜的把你 把你一脸 一脸 啊 嗖嗖 嗖哩我 嗖哩我 啊 嗖嗖 嗖哩我 嗖哩我 谢谢 可能是那个时候因为我的电视形象 包括我的嗓音 然后加上我 呃 进了东方歌舞团呢 就经常是 载歌载舞这种形象 所以很多朋友 给我就是觉得这个 形象挺吻合 这个甜字的 所以 我在87年到92年之间 我录制过 88张个人的专辑 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很天文秀子 我记得最疯狂的时候 可能一个星期录四张专辑 然后一张专辑 可能用四个小时 我就能录制完 喜欢吧 如果喜欢听的话 那我就唱 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朋友 你们对我哪些甜歌比较熟知 哪些 那今天大家喜欢 那我就唱一段 你潇洒我漂亮好不好 好 女人爱潇洒 欸 不对 女人爱漂亮 男人爱潇洒 不知你 不决定 就迷上你 我说你潇洒 你说我漂亮 你说我漂亮 看恋爱 说情话 那甜言蜜语 现在人 条件好 爱情更难抓得老 看到终身大事 就有烦恼 有爱情 还有面包 有包子 还有珠宝 潇洒 漂亮 是否可疼 好听吗 谢谢 啊 经常不唱自己的歌 也就忘记了这个词 但是我觉得我那时候每唱的 这些每一段歌曲 或者说每一首带甜字的歌曲 其实都有那个时候的 回忆 也有那个年代 人们过的那些生活 生活当中追求的那些东西 所以 还是挺美好的 呵 那么 92年以后呢 由于我的 诗字 是不是 诗 对不起 普通话说的不好 诗字想改变形象 因为我觉得甜歌唱的太多 经常很多人就觉得 我应该就是这位甜歌形象 所以有的时候我做了一些 比较 大 大一点的动作 比方说跟一帮朋友出去吃饭 有的时候可能 大家一高兴喝点啤酒什么 人就会觉得 这是怎么那么疯丫头 怎么跟我们想象的甜歌 怎么是两回事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好像很抑郁 我觉得甜歌不是我 我应该是很豪爽的一种个性 所以下一世要改变 我也在做一些小调整 岁数也大了 那时候我在想 家里父母催得也比较紧 说那个 应该有自己的生活 应该考虑一下 下一代 所以 可能也是因为觉得 岁数大的缘故吧 就觉得 应该 当一个母亲了 所以那段时间 等我99年再回来的时候 我就带了我的儿子回来了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我的儿子叫杰西 我们先来看看两张照片 有了孩子之后呢 我发现我的眼睛一直是围着他转的 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 到他每一天的吃什么做什么 换的什么衣服 他的活动 都是在我的眼皮底下度过的 我觉得可能 那一刻我的角色改变了 我是一个母亲 我应该对他 呃 负起责任 因为看到孩子有时候顽皮 呃 给我带来的烦恼 但是有时候坐在那里想 说心里话 你说烦恼多 还是快乐多 孩子带给我的 我有时候想想 快乐要比烦恼要多的很多 因为他让我懂得了 做母亲的责任 做母亲的幸福 我想在座的如果 有哪位是 当已经当父母的 他们肯定的感受 是跟我一样的 这就是我的想法 在我04年那段是 是我的事业当中的一个转折点 然后因为有一些小的演出啊 有一些录像啊 然后让那个尤小刚导演呃 呃 发现了我 呃 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知不知道 这个《小庄密室》的结尾主题歌 是我唱的 知道吗 什么歌曲 太好了 确实是 因为这首歌曲 让我重新又回到了 很多观众的视线里头 我也非常感谢尤导 给了我这么好的机会 那么我想今天呢 在此我为大家演唱这首 大家熟悉的《美人银》 好不好 谢谢 红红的美人脸 淡淡流美秋风 飞着走星河宝修 像铁在心口 风儿行水长微涌 各个天的颜色 四股美与暗影修 雨落前景到尽头 风声几雷声后 眉眉哭着暗淡 雨过花梦也多光明 雨色爱我全当西楼 谢谢 其实每个阶段 可能都有每个阶段的美 从我青春的年代 一直到现在 经历过很多 跌宕起步的生活 和跌宕起步的事业 但是它真的没有击垮我 我依然是对每天充满的美好 我相信只要你保持美好的心态 那么生活就会很美好 其实我今年已经挺大岁数了 但是说心里话 我一直希望我能够保持一颗年轻的心 我也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尤其是女性 千万千万不要被生活折磨垮了 因为如果生活折磨垮的 你自己会觉得很难受 生活也会让你难受 特一步 海阔天空 我说完 就是 希望你上来帮帮我 你好你好 哎呀 好红了 真的 林玉姐 我在下面听的时候 我不知道为什么 有一种莫名的感动 因为你说的很多话 我都能听懂 而且我感同身受 谢谢 你会有委屈的时候吗 有有 我 我哭过 但是我经常是一个人的时候哭 哭完了以后 心情会好很多 有时候想 哭什么呀 干嘛呀 这有那么难吗 所以又挺回来了 真的有这么难 但是我们女人就这么坚强 我们就能扛住 是不是 而且刚才我在下面 看你专注唱歌的时候 那种神情还很美 我边上的小男生说 哇 他真的蛮美的 哎呦 谢谢 但是 我应该说你是来到我们 同一次 非常新发布 舞台上 穿着最隆重的一位嘉宾 这是其实很奇怪的一件事 大家平时看 朱讯都是那种 对我都是穿成 长发飘飘的 你看今天他那个装束 完全是我穿的 对知道你来 所以我说简单一点 简单简单 尽量简单 简到一 发布对我来说真的 我觉得是我应该用最好的状态来展示给大家 所以这套服装是我新做的 穿的有点不太 也是新装发布 不太合适 然后那个鞋穿高跟鞋 刚从上面下来的时候真的是很激动 我心里面在想千万别爬 千万别爬下 大家从他的言语举止当中知道了 他真的不是田哥皇后当中那田子 他有点辣妹子的意思 是是 还这么爽了 一辈子了 一辈子 改不了 咱这个性脾气就是改不了 你刚才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你的田哥 还没有唱你的成名座 对啊对啊 你的成名座是哪个 成名座吗 我刚刚不是有唱过吗 成名座是哪个 粉红色回忆吗 没唱姐姐 姐姐你真没唱 真没唱 哦我唱了 你想让我跳 对不起 那行行行行 不好意思 就在这儿吧 就在这儿 那个要不我要去舞蹈演员跟我一起 行不行啊 你看人家在那儿站了一下午了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我刚刚有说语无伦 希望你们包含包含 转户转户回忆再给大家好 好不好 好不好 来 成名座 编动 有信你 背负转户 幸运 那爸 tester 帮你写在日记里 不能忘记你 心里想你还是你 浪漫的夏季 还有浪漫的决定 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 哦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 依然怀念你 你一年一月都将我回忆 就在就在秋天的梦里 我又遇见你 总是不能忘记你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 留下小秘密 呀行的呀行的 不能告诉你 晚风吹过 晚路心底 我又想起你 多甜蜜 多甜蜜 你本能忘记 不能忘记你 帮你写在日记里 不能忘记你 心里想你还是你 浪漫的夏季 还有浪漫的一个你 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 我夏天夏天 我夏天夏天悄悄过去 依然怀念你 你一年一月都将我回忆 正在就在秋天的梦里 我又遇见你 我又遇见你 总是不能忘记你 不能忘记你 当你写在日记里 不能忘记你 心里想你还是你 浪漫的夏季 还有浪漫的一个你 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 我夏天夏天悄悄过去 依然怀念你 你一年一月都将我回忆 正在就在秋天的梦里 我要遇见你 总是不能忘记你 谢谢 谢谢 谢谢舞蹈演员 我以为唱过了呢 不好意思 谢谢林玲姐 哎呀 我觉得你特可爱 真的 我相信大家有同样的感受 从来没有听过李玲玲 说过这么多话 对呀 实诚人 说着说自己实诚的话 就说出来了 你知道你说了几遍吗 我其实年龄已经挺大了 有三遍 电脑以后给我剪了 留一遍就行了 你真的 你真的 我跟你说啊 其实啊 其实女人都不愿说岁数 对呀 但是呢 我别让人知道 她说自己大跳 她看我一看就知道了 有的时候就是想 哎 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 我想说 能不说就不要说了 但是我一看网上都有 改也改不了 说就算什么所谓 是 你觉得到目前为止 你哪个季节是最美的 你什么年龄段是最美的 我其实说心里话 我还是最喜欢现在 因为我觉得我走过了 这么长时间的路 看的和经历过的 我自己心里面都已经 非常已经 非常有数了 所以我知道 应该避开哪些 或者我看破哪些 看清哪些 对我来说就是 不管我以前的疯狂也好 是我的最高峰也好 但是真的 反过来想想 最平静的生活 实际上对我来说 是最最好的 以后老了 可以回过头来想想 跟孩子们说说 妈妈曾经 或者奶奶 或者曾经 有那么一段 非常辉煌的年纪 其实真的是这样 我特别赞同 就得经过了这些风浪之后 真能够回到一个 平静的状态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是幸福的 你也是美丽的 今天这档你来 有很多朋友 给你提了很多问题 真的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 下一个环节 真心话大考问 我们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希望获得更多的 央视综艺动态资讯 别忘了可以关注我们的 新浪官方微博 按央视综艺 或者扫描二维码 就可以加入到我们当中了 而且也可以问我们的发布 嘉宾各种不同的问题 那对于领域的问题是什么 来看一看 天呐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你保养的秘诀是什么呢 太狠了 太狠了 怎么能这么问呢 这样吧 咱们就不说具体年龄了 40以上还是40以下 还是可以告诉大家 那肯定是以上呀 我数兔的 姐姐 我这忙了半天了 我这一算就全出来了 会算啊 谁都会算啊 数兔应该是吧 我不是我刚刚漏了一个环节 其实我跟数兔的很有缘 演了这个兔子 然后自己数兔 你是玉兔金 对 我们家儿子又是数兔的 所以呢我就是跟兔子 特别 跟兔特别有缘 嗯 其实没关系 查一查就知道 你就别把我想那么大就行 多大呀 你保养的秘诀是什么 我有空的时候我去健身群 对 你什么运动 你喜欢什么运动 比较嗨一点的 什么 跑步啊 然后器械呀 养我起坐呀 俯卧撑我都做 对 你刚才说我跟田没关系 我知道你性格是这样的 我没想到你这个运动上面也是这样 我喜欢运动 然后抽一身汗 我觉得很舒服 对 来我们看看下一条 看你微博上发了很多自己的照片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张 我们真的有很多你的照片 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 好 来 哦 这是 朝鲜族姑娘 啊 还有没有 这是什么 东方不败 哎呦 林青霞 天呐 哎呦 续花针还藏好了 有点林青霞的衣服 这个是 呃 有点霸王别记的 霸王别姬中的扮相 你喜欢哪一张 我其实挺挺喜欢这个国翠这个霸王别姬的这个形象 因为跟我之前演过的各种形象可能就是反差比较大 比较喜欢细装 我喜欢 你刚才说你会唱戏是吧 嗯 唱乐剧吗 因为我原来就是唱乐剧的嘛 唱乐剧的 我们刚才一直没有听到他唱戏对不对 是不是可以来一段 你在说说这个 这种计划 啊 你唱甜歌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是那种温温若若甜甜美美的那个 但是你一唱到贾宝玉的时候的那种俊朗的东西出来的时候 那是你骨子里 对 因为他这个也实在是伴向不出来 我要是如果我扮这个小生的装扮应该是挺好 肯定漂亮 哎呀那会爱上你的 来看看下一道问题 听说你是上海人 但怎么不觉得你有上海小女人的那一面呢 你是不太像上海人 我17岁到的北京都多少年了 你想想 你像东北或者湖南那边的女孩 像东北人的 像东北人湖 但是我怎么讲就是 可能这么多年把我的个性养成这样 其实我自己还是有上海女人的那一面 比较细 你会说上海话吗 我说 能讲一讲 这我听到了 他那有环境 比方说有几个人跟我一起说我还行 你会做菜吗 真的吗 你会做菜吗 你会做菜吗 我自己算了 我再问他会不会做饭做菜 你真的会啊 这是我最骄傲的一点 我会做一手特别好吃的菜 真的 那你儿子好有口福啊 对 把那糖醋排骨啊 李四红烧肉啊 然后 还是上海小菜 都也上海菜 我做得非常好 好奇特勒 没有感觉 我的柳 我的柳 好奇特勒 我的柳 你这样说对吗 来看看他是不是真的会做饭 好 谢谢 好 好 麻烦可以看 红烧肉 红烧肉太好了 那个烤肤 不是不是百叶节烧红烧肉 上海 典型的上海 没 赶紧吃 吃点快吃个 好好吃的样子 吃吃吃 肥肉更好吃 吃完了才工作吧 不错不错 好吃吧 你要是几集厨师 一节特级 特级厨师 果然果然果然 去那个大盘店里做的 那绝对开玩笑 李四红烧肉 真的李四红烧肉 看看我这个口水 虽然我是北京生 北京长的北京姑娘 北京丫头 但其实我爸我妈 一个苏州 一个上海 最喜欢做的就是这道菜 百叶节烧肉 对好吃吧 你下次你一定 你懂得 下次我给你带来 太好了 那我就网看一遍吧 来看看下一道问题 请问像您这样的 女神级人物 是如何保持 没有负面新闻的呢 我一般可能性格 大大咧咧 但是我有的时候 还是挺注意的 比方说一些太疯狂的场面 我也不会去 这样负面影响不就少了 因为八卦怎么来 都是胡说八道来的 所以避免别人胡八道 就是尽量就是 夜生活少 我觉得有的时候 自己会很委屈啊 我没有做的事情 但是有的时候 有人给你编啊 对 我就属于这样 就是别人要怎么说 我说无所谓 我没做 就我很坦荡 心情保持好就行 那你怎么能调整 我有的时候会委屈 我会 你给我打电话好了 那个 他们说我离婚了 我没有离 林玉姐 你怎么 你怎么 你怎么劝我 有人说我离婚 你没有离婚 有人说我有外遇 说就说吧 有人说我有外遇 我没有 我一个女人 我不愿意被人这么说 做人是自己做的 无所谓别人说 时间 就说多了以后 人家就不说了 因为你不是这样的人 对吗 那你觉得我出来成亲好 还是根本不说好 不要说 什么东西都不要说 那我自己委屈 哭怎么办 哭一鼻子 然后出着玩 shipping 然后跟朋友一起聊天 这多好 干嘛老是把自己 窝得那么难受 那我婆婆拿着新闻 来找我怎么办 我跟你说的 这是真的 真的找你啊 你婆婆拿着 报纸来找过我 那你老公那时候 就应该挺你了呀 哎呦 这就是我跟他 过到现在的原因 所以啊 这就对了 那夫妻两个人生活 只有夫妻两个人知道 对吗 让别人怎么说 无所谓 你们俩幸福才是最关键的 最重要的 对不对 敞亮 对不对啊 谢谢 闭上我的嘴 对 让别人说起吧 对 过好自己的日子 对 爱谁谁 对啊 好下一条 你事业最高峰的时候 休整了一段 没错 那现在又重新回来了 内心会有落差吗 没有 你是在最火的时候 走的 走的 对 你当时是最中心的那一个 最火的那一个 嗯 那你再次回到这个舞台上的时候 真的是物是人非 嗯 那个时候你心里会有不同的感觉吗 我跟你说心里话 每个时期我的感觉都会不一样 我刚刚有说我喜欢我现在这个阶段 因为我觉得我能 我有自己的孩子 然后我有自己喜欢的视野 然后我还可以去拍戏 所以很轻松 很随性 那个时候压力非常大 经常也得过抑郁症 然后也睡不好觉 也吃不好 就把自己弄得特别 特别怎么讲 就是颓废 就是你最火的那段时间 大家看到的是你最飞黄 最光鲜的时候 其实你内心是很脆弱的 最脆弱的时候 我曾经两年半 就是没法睡觉的 就坐在那儿睡觉 抑郁到了极点 你跟崔永元 那个状态是一样的 跟他又一拼 然后自己走出来以后 我觉得 这天空是蓝的 小鸟在唱歌 这社会那么美好 这个世道这么美好 然后 为什么我要跟自己较劲 有什么可以过不去的 所以我一个朋友告诉我 你想开了 这个真的 你心放宽一点 特一步 真的就可以海过天空 当你真正跨过这个不愉快的时候 你会觉得 真的没有什么了不起 了不起 正所谓 得之 淡然 失之 泰然 真棒 谢谢 这种状态是最自由的 谢谢林玉姐 下一条 李老师 像你这样的女演员 一般在戏里 都是演母亲这样的角色 但是我看你一点都不牢 你敢尝试演青车偶像剧吗 你是让我们林玉姐 再谈一次恋爱 是这个意思吗 哎呦 哎呦 真的 我跟你说实话 我很崇拜刘晓庆 你崇拜的都是 我非常崇拜刘晓庆 我跟她也是好朋友 但是像她这样的就是 能够演绎 诠释不同这种个性的那个女 年轻女子 说心里话 她演出来也像 因为她的形象这方面真的是很美 我有时候看她 忘了倒天了 你怎么能演得 那么比年轻人还年轻 对 但是 我不行 你愿意再 我不敢 疯狂地爱一次吗 爱谁 爱谁 这是爱戏中的那个男主角啊 就是中老年也可以有这种爱戏 什么中老年 你就把自己画到中老年上去了 中青年 对可以 她也可以有自己的爱情生活 所以我觉得就是 你让我演那些 就是偶像剧那些年轻的孩子的母亲 我觉得我愿意演 但是母亲也可以有一些爱情啊 好的 那每一位来到我们现场的发布嘉宾都会有推荐人 我们看看是谁为林玉来推荐的 我叫李灵玉 然后我是李灵玉是我妈妈 我听了李灵玉有一首新歌叫《茉莉花开》 这首歌太好听了 它好像脱离了以往的那种甜歌的那种感觉 好像又增加了很多那种气力的那种深度 有点短发了 现在就能成长发了 这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人也成熟了 所以就长大了 然后就是有一种张力了 我认为她还是依然是甜蕊王 声音还是那么甜美 由甜妹妹现在变成了甜姐姐了 我非常郑重的向大家推荐这首歌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因为我听说是4月9号的台里播出 然后呢也特别的巧是李灵玉的生日 在这里呢我也希望她生日快乐 然后在新的一年里面事业有成 最重要的是身体健康 天哪 要不是不以为说我还不知道 不以为知道是谁吗 妖精啊 而且还是个狐狸精 封城榜中的狐狸精是不是 哎呀那当时是两大美丽的妖精 一个是你一个是傅一位 那个老先生知道是谁吗 卸了庄之后 马德华出八戒 你别这么直白 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 早知道给你备个蛋糕什么的 天哪 你就把我当个甜点吃了吧 这不又又又又又长瘋了 不说了 掌一岁也美 是不是 我们一起给他唱生日歌好不好 可不可以 给掌一岁的你 谢谢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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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现在的云姨姐姐又长一岁 又年轻一岁 应该这么说 你应该以文字的演员一些感动 感动的是 很多朋友 很多朋友 依然能够如既往地在帮助我 在支持我 我是希望 自己永远保持这颗年轻的心 把属于更好 更美的歌曲 来以我的这个经验的这种演艺方式来献给 喜欢我的观众朋友 谢谢大家 就是你给我们大家的生日礼物了 每一位发布嘉宾都会给这个舞台留下一份纪念 林姨姐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刚刚有说这个女人的美 可能不同的时期有不同时期的美 那么这首《茉莉花开》呢 特别能代表我现在的感觉 真的 你把这张专辑能够留给我们吗 可以 签上你的名字好不好 来 好 有点PS的不像我了 不是 我正在想 跟刚才我看到的那些 三十年前你的照片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从去年 我照了很多照片 然后我自己拿照片自己看一下 真的是跟以前的不一样 可能眼神吧 因为我家里有你原来的甜甜甜 所以我就在想 这两张照片有什么不一样 觉得变化最多的可能就是你说的眼神 那时候的眼睛是清透的 是那种这样的 少言不知从滋味 对 但是现在的眼睛里面有很多的沉浸在里面 有很多的那种 那接下来就到了你正式发布的时候了 好请走上发布台 至发布词 有物片子叫文香是女人 想必也是 浴室的女人就跟花一样 不同的季节 有她不同季节的芬芳 我相信 我经历过 戴刺玫瑰的那个阶段 我也相信 我经历过 倔强 任性的石湖兰的这个季节 我相信 现在的我 是最美的 因为过去 这个几十年的生活带给我很多感悟 让我学会了包容 让我学会了感谢 我向大家推荐的这首《茉莉花开》 更像现在的我 它有一种 持续的芬芳 慢慢的 进入到你的心扉 我希望 在座的各位朋友 尤其是女性 坚强的生活 安静的看待 生活带给你的美好 好 下面我要推荐的就是这首 《茉莉花开》 谢谢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接下来就请大家一起欣赏 李玲玉新专辑当中的作品 《茉莉花开》 有到了一丝欢心的时候 把沉重统统跑上在梦中 一日清风过 摇掠着花香楼 我哭了一别淡淡的爱着 带过了岁月监牢的时刻 我忍不住 我忍不住又翻越 既有相思 曾经拥有的 如今失去的 伴随花被花迷信 逃不过 莉莉花开 出名中的结盘 仿佛在柴 出名中的结盘 心中的无奈 冰山啊 如梦如怀 如痴如醉 到头啊 几回相遇 几回真爱 莉莉花开 出重重的结盘 穿穿相伴 依偎在我身怀 莉莉花开 每一几几几乎 日落潮起潮 我都感慨 是谁跳过街巨 我愿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生啊 如梦 如梦 如痴 如醉 如醉 到头来 几回相遇 几回真爱 我离荒海 出装整个洁白 穿穿相伴 依偎在我胸怀 每一次日出雨落 潮起潮落 道路感慨 是谁错过街巨 好 永远回来 有请发布嘉宾 观哲 有请发布嘉宾 观哲 好 永远回来 分手 那天 我看着你走远 所有承诺 化成了句点 独自 独自 守在 空荡的房间 爱与痛在我 心里纠缠 我们的爱 走到了今天 是不是我 太自私了一点 如果爱 可以重来 我会为你 放弃一切 想你的眼 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 不知道你心里 还能否为我改变 想你的眼 求你让我再爱你一遍 让爱 再回到原点 再回到原点 想你的眼 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 不知道你心里 还能否为我改变 想你的眼 求你让我再爱你一遍 让爱 再回到原点 让爱 再回到原点 让爱 再回到原点 我是观哲 非常高兴 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大家好 今天来到这里 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音乐 关于我生活的一些趣事 今天也不光我自己一个人来到这里 还带来了我的好哥们们 跟我一起来分享我的音乐的趣事 还有我的生活 大家请看大屏幕 非常新发布 不一样的明星发布 大家好 我是郭涛 大家好 我是高福 很开心能够在非常新发布里 跟观众朋友们见面 我们私底下我管它叫折折 也要提一句 我这人被 就特别羡慕会太高兴 就一般折 就是 就平时我当 被初议长看的时候 觉得啊 叶岳才子啊 什么这些都是说的 但是他一做到钢筋前 哇 自财自上提醒来到钢筋 我这个台华横溢溢 那叫才华横溢 真叫才华横溢 真的太棒了 他这个 所以 他最当口流来 就出口成群 这个 这个爵士高兴 他的非常棒 也不是他的 在之前的这个钢筋的基本功 非常好 听说他最初 续航琴的时候 也是 技术方面也非常不错 我都有点 满头 听他们讲话的时候 我满头都要流汗 把我夸得太好了 其实呢 我平时在家中的一种状态呢 我就喜欢通过音乐 通过钢筋 今天现场有这么多朋友 那我就 也是激信给大家来一段 好不好 我先换个音色 今天晚上来到了非常新发布 我想给大家唱首歌听 但是不知道唱什么 但是我感觉音乐就像诉说 诉说你内心的那份真诚 诉说你内心的那份火热 音乐是什么 音乐就是诉说 音乐就是我对你的那份寄托 现在现场我看到什么 就可以通过一个音乐 给大家表达出来 今天晚上真的好难得 今天晚上真的好难得 看到出生季节在下面做 Oh my baby 不要给我再推吻了 Oh 我已经已经醉了 但是我要对大家说 很开心今天遇到你 我希望 以后再多次机会 来到这个节目 Oh 在这里很陶醉 在这里很放松 Oh 今天晚上 希望是一个快乐的夜 晚 虽然我也不是什么钢琴家 但是我感觉我像一个 像个音乐诗人 我感觉用音符每一首歌 去记录它 所以说我今后的日子里 我还会用这种方式 记录我的人生 记录我的生活 那接下来呢 可能大家不是很了解我这种性格 那我希望通过大屏幕 让我的好朋友们介绍一下 我的性格是怎样的一个性格 听看大屏幕 非常新发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黄渤 那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 一位朋友叫温卓 其实他的人跟哥一样 有细腻的地方 有开朗的地方 观众你别看他就是 他是个子跟我样高 比我还肿 典型的北方大汉 但是观众也很有 非常有细腻的里面 这是别人说的 他非常的实心 自己东西安排的调理 非常调理 而且还愿意帮朋友一起 我给你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他这个人 虽然他是一个麦爸 一到我们去唱歌的时候 他就从来去抢了什么 但是他特别 特别呵护我们这几个大哥 特别涛哥有的时候 他在那点 我说这谁唱了 这是给你点的 我说咱俩一起唱的 不是还你唱的 你唱那唱的好 就是特别细心 我记得当时我们去拍那个 无聊得很的那个MV的时候 在越南 他自己一个人 承担了很多的工作 而且可以说跑前跑后 一方面就在给我提词 还给我去打灯 还给我反板 就是那种 就是好像没有那么多的 歌星的架子 在哥们面前呢 大家都是那种特别真实的那种交流 我听到这几个哥哥 对我的这种秘武赞 也不能算是秘武赞 其实在生活当中呢 可能是我之前做幕后的习惯 就养成了一种照顾别人的习惯 我特别喜欢我身边的朋友 跟我在一起感觉到非常的放松 relax那种 没有顾虑 就是你的真心情跟我在一起 就表达出来 其实现场除了VCR的朋友以外 又来了一位好朋友 嗯 什么好朋友呢 你看我站在旁边就像 有一个另外一种能量在我身边包围着我 就是这个东西 这件事情呢象征着我的老爸 在我身边 因为我爸从小是非常热爱的 音乐的一个文艺青年 当年我爸爸向我爷爷提出要求 说我爸爸向我爷爷讲 爸我特别喜欢小提琴 可以给我买一把小提琴吗 结果我的爷爷对我爸爸讲 小提琴多少钱啊 九十多块 我一个月才三十几块工资 你的弟弟你的妹妹怎么办 他说我爸就很愤怒 我爸之后买琴 给我买钢琴那天晚上告诉我 儿子你知道为什么可以买钢琴给你吗 我并不是说想让你在钢琴上 音乐里有多大的作为 成为什么钢琴家呀艺术家呀 这个不重要 我要满足一个我从小没有完成的一个梦 今天我还给你 今天我还给你 四千八百五那个时候买的 买完以后我们家里这个十户的人 都上我们家看 就像来了一个天外来客一样 哇你家买这么贵的钢琴 今天我爸攒了一年的钱 那个时候的四千八百五相当于四万八千五 差不多 那我在这里我希望感谢我的老爸送我一台钢琴 然后呢现在我你儿子写的歌呢也有很多人听到了 然后你儿子也没给你丢脸 我们家里楼里面那些邻里邻居 我还算是比较有出息的 没给你丢脸 感谢老爸送我的钢琴 我希望大家都为你鼓掌了 你看看大家 谢谢老爸 我看见下面有那个叔叔阿姨什么的 我感觉跟我爸年龄差不多 我爸那个年代唱的歌就是特别 比较老 这个冰雪不盖着富二家河 冰河上套着三套车 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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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次有个机会 我在舞台的时候表演的时候 肯定我弹一架大钢琴 然后配上交响乐团 让我爸唱一首这首歌 满足我爸一个小姐的心愿 真的是 我希望我老爸能够 给你健康 谢谢大家 今天我下面请出我的一个偶像 真的从小就看他的 不能这么讲 这么讲我今天回不去了 出不了这个舞台了 从小 不是又讲了 我非常崇拜的一位女主持人 朱迅老师闪亮登场 掌声有请 大家好 观者好 真好 特别好 但是你刚才我有一个疑问 你有说到老爸 好亲 然后说到朋友 就特哥们 但是你的官式情歌 你三十多岁一个小大叔 你还没有说到你最 核心的那块 爱情 有的时候 不是说猜来猜去 因为爱到深处有些不可理喻 感情说断了又不能断得彻底 因为还是相信曾经彼此的约定 知道吗 你真的是诗人 我 我 这是我写的歌词 这首歌叫什么 叫如果分开 我也爱你 我听完了这首歌 再给你分享什么叫爱 来 先唱给大家听 来 我们听听这首歌好不好 来 叫声反应 谢谢 爱情不是 两个人 猜来猜去 可能爱到深处有些不可理 感情不是 手段就能断得彻底 因为还是相信彼此的约定 冷静冷静 不要 胡言乱人 再多一句 也许真的无法再继续 问问自己 是否真的离不开你 给个理由 找个不分开的回忆 分手 这不是我的决定 怎能放弃 这段不朽的感情 我只想看 找个时间寂寂 看这结局 是不是我要的结 熟悉 分手 分手 这不是我的决定 怎能忘记 怎能忘记 过去的一点一体 是个多年 希望你还能记住 希望你还能记住 最后一句 如果分开 如果分开 我也爱你 最后一句 就算分开 就算分开 我也爱你 你好残忍 你好残忍 你知道女人的心 就像玻璃一样 她永远会惦记着 随着自己的成长成熟 这一部分 会觉得是最为宝贝 希望永远抱在怀中的 好的 那亲爱的朋友们 接下来 让我们走进下一个环节 真心话 大发布 OK 无论提出什么问题 最真实的回答 我们就认可 好不好 好 来 第一道问题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别人都说 你是张国立老师的 御用制作人 张国立老师 是一个特别严格的导人 这个我知道 你当时是一个新人 你怎么被他选中的 最早 我认识国立老师 比较早了 是06年的时候 已经有八年前了 然后呢 有一个 是邓杰老师 过生日 这样我们大家一起去 庆贺生日 在一个 唱歌嘛 吃个饭这样 然后 他说 我刚刚拍了一部电影 刚刚拍完一部电视剧 叫 赶走你的忧郁 我给你一个难题 你看看 我给你三天时间 我把剧本发给你 他说完就做了 就告诉他的助手 把剧本发到我邮箱 然后你马上就写 然后把片花 马上又发到我邮箱 我给你三天时间 你给我交一个稿件 然后就要把这个歌写做好 我真的是用三天时间 作词 作曲 编曲 录音 混音 一个母带 我一个人完成的 我唱了 三天交给他了 他一个字都没改 就是这首歌 就用了 赶走你的忧郁 这是我们第一次合作 然后他感觉到说 小伙子你还可以 这么多难题 一下子给解决了 之后的问题 就越来越难了 有一个难题 我记得最难的题 是他那部大生活 有电视就叫大生活 他拿了一个叫 就是那个录音机 去当地采风 收到一种四川的乐器 叫竹琴 也是一种 就像 我感觉有点像 北京那种三弦 然后三弦那种东西 然后呢 就是融入到音乐里面 你给我做一个 诙谐幽默的 就是 hip hop 让我做hip hop 我讲 他很潮 还让我在里面 说四川话 你会说成都话吗 十三 你是四川人吗 九四 你真的吗 不是 你不是东北人吗 不是成都的 你是成都的 不是不是 就是看那根戏 学了一几句而已 国立 给你发了一张 是吗 好 各位新发布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张国立 因为在深圳拍戏 所以不能到 新发布的现场 我一定要通过这个 录像呢 向观哲表示祝贺 我觉得观哲是一个 很努力 很真诚的一个人 除了对我这个 干爹都特别特别的孝顺 以外 那你想想他对他的 亲爹亲妈和他的 亲丈母娘 亲那个老丈人 肯定是更孝顺 我觉得他最大的变化 就是他没有变化 因为观哲有很多年 一直在努力的唱歌 但是呢 结果他写的歌 别的歌手唱都特别红 他呢 一直成了 从一个 目前的歌手 成了一个 幕后的歌手 但是 这个好声音呢 又让他一下成为 走到台前来 大家更多的人了解 但是他呢 依然是没有什么变化 依然是向前一样 很努力地在写歌 很努力地就为写人 写歌 谢谢郭立轩 谢谢 能得到他的认可 特别不容易 因为我们都知道 他是一个超颜的 这样的一位老师 好 我们看看还有什么 其他的问题 其实你已经是一个 小有名气的音乐人了 为什么还去参加 中国好声音呢 我录节目的时候 认识了你之后 我又看到你出现在 好声音的时候 吓一跳 关折都去了 为什么呢 我就想 穷着一个舞台 这样一个节目 找回我当年的自我 当年的自己 你找到了吗 我当然找到了 这个所以说 就是好像是 换了新的血液 然后呢 一个站在舞台上 但是想你的夜这首歌 你在 是你唱的 还是别人也唱 其实我 还有个原因 参加好声音 就是这个是比较 有戏剧一点的 就是我 一开始 我还没准备 去参加这个节目 然后我就看了 这个节目 第一期播出 有人唱这首歌 你什么感觉 然后竟然没有转身 我就感觉好没面子 我明白了 他唱就没有 就没拿好成就 感觉不甘心 我去帮他 我明白你的意思 好可爱的一个人 好 我们再看看 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你现在大小 也算是一个公众人物了 什么叫大小 也算是一个 你对明星私人资料 曝光怎么看 你害怕吗 这个我是 你不怕是吧 深圳不怕影子歪 我总跟别人 讲这句话 深圳不怕影子歪 你做人问心无愧 比较坦荡一点 你也不 不打狂语 也不撒谎 然后做事 任人之做事 你帮助别人 照顾别人 那好事肯定会 自然找到你 我们真的有你的私人资料 你敢看吗 真的吗 既然都报了 那报到底罢了 你去看一下 真的吗 真的吗 歌迷送的 这是我很喜欢 就这个 是什么雕的 木头的吗 塑料的 还是蜡的 我感觉好像蜡的 蜡的是吧 对对对 好可爱 这是你们拍的海底的一个状况 对对对 这是我拍的 都是我拍的 这是黄泊 右边那个 这是黄泊吗 对对对 好像是 哇 其实这个鱼 就是一条鱼 孤独的鱼 拍的不好 好多鱼的 其实怎么瞧 这鱼太孤独了 你能拍一个鱼群 给我们看吗 这是一条很大的一条鱼 你看这些拍的很近 它其实大概有 至少一米长左右 一米一左右的 一条大鱼 我天哪 这特别像一个封面 这是你的琴 对对对 你应该带来 对这个琴是健感 好一点 这是你生活当中 一个个片段 对对对 这是我自己的 专用录音室 好的 我们还有没有 其他的问题 怎么样唱情歌 才能打动人 你能不能教教我 就是 你教教我们吧 其实我们其实挺想 唱情歌唱得很动人的 就像其实唱歌 跟说话一样 你就是 你用 认真地对你讲话 像你的眼 就可以 就好比吧 对你唱 对吧 终于你找到一个方式 分出了身份 输赢的代价是彼此 分身碎骨 用情愈强 思念是一种 很炫的东西 甜美一点 如云 随行 我愿意 为你 我愿意为你 忘记我心 这样感觉 好美 谢谢 说话 语气 有阴阳 顿错 有强 有弱 这样最好一点 谢谢观哲 那么观哲 今天是来发布 自己的新作品的 你能不能告诉我 今天你要发布 什么样的作品 我要发布 就是刚才们讲的 我现在蛮期待的一种生活 期待的生活 想定下来 哦 想定下来 他现在的状态 是这样的 那么关于这种状态 你的好朋友 会怎么说 我们一起来听听好不好 还有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薇薇 大家好 我是希朗 哈喽大家好 我是 Linfan 我的好朋友 观哲 有 新作的歌 就是 想定下来 对吧 想定下来 是一首歌 有R&D 很多R&D的感觉 很relax的 从名字 你就能感受到 是 经历过后的一种 从容 我觉得只有 从容的状态 才能写出 这样的歌词 和这样的旋律 其实 作为我自己来说 也是一个北漂一层 它好像 是一个代名词 它好像可以代表 一部分群体 我觉得 在这个时候 出现是特别 适时的意的 那在我心中 我们的观哲 是一个非常简直的音乐 它的作品 我觉得很多 能支持人类 那我相信这首歌呢 应该是 它本身的感情 经历吧 仔细去听歌曲当中 传递着那种 淡淡的情感 你会特别的 被打动的 好 所以 我希望大家会喜欢 观哲的新的歌 就是 想 定下来 我有这样的感受 我觉得你是有一个 质的改变了 所以我们带着这首歌 走上了街头 让大家去听一听 你的这首新作品 我们一起来听听 大家怎么说的 知道了观哲 曾经是一名 音乐老师以后 节目组带着 观哲的新作 来到了他 曾经任教的学校 让我们一起看一看 学生们 对于观哲的新作 有怎么样的评价吧 首先这个旋律 我就听了一两遍 一开始听了一两遍 我觉得这个旋律特别好 而这个歌词 可能就是 引起我们的共鸣 因为我二十多岁了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 就觉得 它的节奏性非常新盈 不像观哲以前那种歌 现在它给我们 带来一种新的感觉 律动性非常强 我很喜欢这首歌 我听完这首歌之后 我觉得虽然没有 观哲老师前面那个作品 想你的音乐那么的抓人 但是我觉得这首歌 更耐听一点吧 然后听完之后 就大家会很舒服 心里会很舒服 然后也会比较的安心一点 然后强烈的推荐这首歌 相定下来 两个人相互依赖 冬天去花雪 夏天解水看大海 我觉得从这首歌当中 真的能听到你内心的一个变化 没错 你现在变得更淡定 更安详 更沉着了 好的那 每一位来到这里的发布嘉宾 都会留下一份纪念 观哲 这个礼物呢 这个礼物呢 就是我签约那天 我首唱这首 想定下来的时候 戴的一顶帽子 大家知道帽子是我的标志性的 一个 当然 所以说 我一直看你戴着帽子 所以把这个帽子 一个红帽子 真的吗 我当个礼物送给这里 天啊 还有今年一月 我以为是一个唱片 所以把这个帽子 我要送给 非常新发布 太好了 那必须留下你的 而且今天我的签名 我也特别一点 你看 这是一个笑脸 有的时候就像个笑脸一样 有眼睛 给个特写 这个签名很特别 然后送给大家 真的是有心了 谢谢观哲 谢谢 我替我们新发布 收下你这份心意和礼物 那接下来我要邀请你 走上发布台 去发布词 好 非常高兴 今天来到 非常新发布 今天我想发布的歌 之前有一段 话要给大家讲 每一个人 都有为一个人 疯狂的经历 曾经以为 刀山火海 才是浪漫 后来才知道 定下来 才是一种责任的担当 这首歌是我心绪 沉淀以后的倾诉 和心爱的人 一种 魂牵 梦营的踏实感 一米阳光 照亮 发现你 就在我身边 切手走过 这才是真正的幸福 与浪漫 所以说 今天 我希望大家 听了这首歌以后 都会期待 安全感 想定下来 送给大家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接下来我们就 共同欣赏 观哲的新作品 想定下来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下看事斑断 回头望才察觉 生命空转 灯火阑珊 流浪从自由慢慢变成孤单 看许多烟火璀璨 有坠落的悲然 渴望踏实感 期待为你靠岸 放下风帆 想定下来 两个人相互依赖 冬天去花水 夏天潜水 看大海 为你的信任何等待 留下来 也会抱最真的爱 在每个早晨 一起带笑容醒来 谢谢 非常开心来到 《非诚勿托》 新发布 为大家唱歌 谢谢你们 年少时觉得美得多半梦幻欢 总以为明天会比今天值得赞叹 不喜欢被驯服 不喜欢爱的人 没安全感 抗拒无难 从手上学会改善自我泛滥 对今天还有沟通 不再感到厌烦 愿意去理解 你含泪的不满 用心去花 想定下来 两个人相互依赖 冬天吃花水 夏天潜水 看大海 为你的心 任何等待 留下来 铁回报最真的爱 在每个早晨 一起带笑容醒来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观众特别棒 想定下来 祝愿你 早日用这么漂亮的手 抓住属于的那份爱情 和婚姻 祝福你 非常高兴地宣布 观众的新作品发布成功 谢谢大家 非常新发布 不一样的明星发布 我们下期 车步嘉宾费祝祥 既然有网友说 你那帽子底下 有没有头发 爸爸气死了 所以今天要来 这个非常新发布 跟你们证明 我是有一头的头发 你们都看清楚了 真的吗 你拉 你要给 是真的 先把头发也拉 真的 因为望她的眼睛 我就会紧张 然后虽然你们没词 但是还会脸红啊 游游月四 我们新的帅哥 新的绿色 男神 那我开始 那我自己 有差点